下午兩點半 至少超過二十個小時 如果要搶 限定 手刷 還有自己想要的 如果沒夜拍的話 大概都會已經排到後面去了 應該是預算預算上線 實際進入到動漫節的現場 每個攤位都結合了好幾部的知名動漫 現場的周邊商品也各式各樣 有杯墊 公仔 福袋可以做選擇 想來講一定要準備好充足荷包 各式各樣的動漫 親仇而出 居民的周書回傳 間諜 家家酒 戀劇人等等 他會錢都擠了 買買人仇 人潮帶來錢潮 業者預估 高燃氣動漫周邊商品 很快就會搶購一空 我覺得煉居人跟周書回戰 可能前三天最好的東西 都會被選光 我剛剛看到外面排隊的人潮 也是相當多 我覺得今年的買氣 應該會比過去好一些 做客運 然後四點就來這裡排隊 這間是特別來的 不久前蠻紅的一個動畫 叫《立可麗絲》 對 那就是說有在賣 他的周邊福袋就順手了過來 想提早金床都得早起才有機會 還有民眾拖著行李箱 不是為了過夜 而是用來裝戰利品 結封後第一個大型動漫活動 人潮渴望迎來高峰 也代表這經濟實力 不容小覷 華時新聞 陳怡寧 張宇文台北報導 華時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時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